半個世紀之前,我住在500呎堂樓 不過是十三房屋,21人住一個單位 我很了解住劏房的痛苦 我以為已經是過去式 誰知今日香港還有十幾二十萬的劏房戶 是難以置信的 一個賺萬多元的人 如果他用了一半的薪金租一個劏房 他怎會住得安心,住得安樂呢? 年輕人又怎會對香港有歸屬感呢? 最近我在Dubai和阿波達比 是接見了八間學校 因為一帶一路去探索的香港學生 他們都不約而同 問我為什麼有這麼多土地 還要拼命地填海 我說自己的經驗給他們聽 就是我最近買了一間650呎 五星級酒店式的服務式住宅 有泳池,有健身室,還有一個車位 是一百六十萬 不是車位是整個單位 亦都不是美金 香港要二三百萬 同樣是發達城市 為什麼有這麼大分別呢? 就因為Dubai不斷大規模地填海造地 土地供應懸言不絕 地價怎樣炒都炒不到上去 房價就自然低了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綁住自己 去益地產商呢? 填海純粹政府開發的成本 如果能夠興建多幾個沙田 我相信香港的主要問題一定可以解決 香港亦都可以有更大的發展